我想今天的阿里巴巴 我们已经做了五家公司加一家 一家是阿里巴巴的B2B 第二是淘宝网是做C2C 第三是我们的支付宝 做网上的支付体系 第四呢我们有一个收购了雅虎中国 第五是阿里软件 我们基本上围绕这个走势 按照电子商 八年以来谁都认为 中国不可能做电子商 你没有诚信体系 你没有支付体系 物流要插这个基础建设 差中国政府又管 反正没好的 没法做 但是我觉得呢 任何人创业 你不能等到环境好了再去做 环境好了轮不到你了 第二大家都认为这个时机很好 也轮不到你了 只有大家都不好的时候 你做得比别人家努力 你做得比别人家仔细 你做得比别人家持久 你就有机会 所以呢我们也稀里糊涂地做了这个 第一个做了B2B 做了C2C 纯粹是因为我们担心 那些可能今天看来是空担心 三四年以前判断 用EB跟我们一样 我们今天不搞EB EB将来跟我们打 与其将来他来跟我们打 我们今天先跟他打 结果打着打着 打成这么个市场结局 我们现在大概有85%以上的市场战略率 在中国 C2C 支付体系也一样 所以形成了这么个体系呢 我们今天就变成 我们希望把自己变成中国乃至亚洲或者世界的电子三位一个基础建设 因为我们我们对这个世界会有改变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当然我们还刚刚又推出了一家新的公司叫阿里妈妈 这个名字是因为八年以前取了阿里巴巴这个名字以后 我有个感觉有一天有人会搞个阿里妈妈来嫁给我们 说拿这个公司搞个一幕一样 对吧 一定要卖给我们 然后天天跟我们闹 那我们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阿里妈妈的阿里巴巴全部给他注册下来 所以现在就一个个的搞出来 所以呢 当然我还是有一样 我们公司规定 我自己给公司制定了一个基本法 不超过七家公司 因为人的管理不能超过 最高的极限是七个 七是一个团队 我喜欢七 七见虾天山 是吧 北斗七星 江南七怪 七姐妹全起 所以这个风嘴还是很重要 对吧 所以我们确定了七个 以后多一个要么卖掉一个 要么合并一个 这个计划 所以对未来的看法 我是这么看 电子商务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也互联网一定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企业 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也许不健康 我估计 很多企业家 跟我都有这样的心态 paranoid 老是在担心 所以未来很好 我都不相信 但是我一定准备明天有更倒霉的事情发生 always 所以我believe一句话 也是跟这儿在座很多的人分享这句话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是绝大部分的死在明天晚上 所以你必须的每天的努力 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和阳光 所以这是我对 我们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 互联网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网络跟任何行业一样 去开拓 create the top 去创造未来 才是一个优秀的公司